果然真正的暖男不是海王的暧昧不清 而是自有分寸呀 阿星刚出场超高的情商 就在女嘉宾的灵魂讨问下显得无疑 那你有比较期待的女嘉宾吗 这么快 天下不都在这了吗 好会的说话 不行 就是一定要说一种 现在不好说 今晚写信说 谁都不得罪 并且阿星的高情商 局部是几女嘉宾可见 她对嘉宾才不会有什么男女之分 平常都为大家带去温暖 拿了啥啊 这个是那个放在这上面的毯子 你们昨天不是说冷吗 她真的是一个很周到的男生 虽然她有点简陋 但是还是能用一下 还好我买的是八个 要是今天买了七个这样的感觉 小马这个动作就是加分的 这么小的细节都能考虑到 真的也太贴心了吧 不过在温暖的人 也只有一颗心脏 所以阿星当然也有那个偏爱的她 你觉得在座的发型谁出来的 亲亲 你还真的很精致 你最喜欢的哪种类型的女人 我喜欢甜美可爱和不动 天哪 那我这么高冷 我觉得高冷也不错 人应该要多面性 对不对 还好甜哪 天哪 这不就是在所有人面前的大声宣布 你对我的特殊吗 特殊阿星虽然对大家都好 但也清楚给新少年的待遇 绝对要独一无花 但她这样毫无顾及的示好 其实深深自动了 同样对她有好感的预见 她想让遇见被拒绝了 阿星对玉姐的失落都看在眼里 但她不可能为了不伤害玉姐就放弃情儿 所以她只是沉默地把空间留给对方 之后阿星关注着玉姐的情绪 找了个机会和她谈心 因为之前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所以今天才来跟你说这番话 感觉要跟你说成抱歉 真的让你难过了 其实我不是忘了这个事情 或者是我不想去解决 玉姐见过了弯弯绕绕 没想到阿星会这么直接地跟她道歉 但更让她惊讶地还在后面 因为我一开始 就我来的时候 我是把大家都当朋友 我是那种想说 把大家都照顾得很好 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 如果你想别人对你好 你首先得对别人好 那我就是这么去做的 然后可能在这过程中 发现阿星也没有打着 不想让玉姐伤心的旗号 含糊气词 明确地不给她错误进化 我们也是在摸手 看感觉嘛 就是找好感 最后大家可能一开始 都会有些误打误撞的感觉 情来了之后 就我跟你相似 我觉得是更情绪了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 它有明确的方向了 变地爱情的坦诚 玉姐十分动容 没有隐瞒地输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没想过 你会主动地来讲这个事 我觉得你真的想得特别的 其实你想得特别明白 然后我有时候 这个情绪就是很复杂 真的就是缘分 在阿星的开讨下 玉姐最终释然了 放回来安慰她 就是我们都很在意别人的感受 所以就是经常忽略自己的感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 而且你是不能被左右的这些决定 因为你才最了解你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我后面也觉得 可能我们不适合 或者说是有一些 因为太像了 这才是真正不想伤害你的男生 会做的事呀 求求姐妹们 别再相信哪些海皇 吊着你们的鬼话了